一部中国艺术史 英才辈出名家林立 为什么却难寻女性踪迹 时代发展 扬州本土第一家女子画院 又承载了什么样的期望 本期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带您走进扬州书画圈 为您讲述女画家许雪芬的故事 本节目在杨帆手机频道也同步播出 欢迎您留言互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我是主持人祝乐 方土孕育千年秀 外地人提到扬州 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 扬州自古出美女 其实扬州不仅出美女 更出才女 历史上和亲公主刘细军 唐朝的女官上官婉儿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再到近代的女画家潘玉良 李盛和吴燕庚 颜培仙等 都是扬州才女的代表 时光流转 到了当代 扬州女画家群体也在不断的壮大 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凝视自身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来关注生活 大胆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2012年扬州百花女子画院应运而生 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介绍扬州百花女子画院的院长 称徐雪芬 第一次见到徐雪芬 是在她工作的画室 她个子不高 一头三七开的银发 轻瘦的脸庞 散发着文人的风骨气韵 她话不多 你问她什么 她就给你说什么 说话的时候声音也不大 却也总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曾经不画女子画院 主要是想为女同志 树立一个能够展示的平台 因为现在学美术的女生也不少 但是学了以后 毕业以后 真正从事美术专业的也不是很多 很多呢 等于说因为家庭的熟识 无法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出来 因此建立女子画院 也就是想把女同胞 能够从家庭熟税的家务中间 能够增加自己一份 为社会做贡献 发扬自己彻花的地方 正如百花女子画院的 伴院精神百花齐放 画院成员跨越不同的年龄阶段 每个人的擅长各有所不同 他们有的学贯中西 有的家学渊源 有的致力于花鸟 有的济情于山水 有的钟情于公笔 有的浸如于血液 而徐雪芬 则尤其善于公笔花鸟画 读徐雪芬的话 月入你脑海的 首先是清新雅致 温馨细腻 甜淡安宁 这样的词语 他的公笔花鸟画 总是透着一股浓浓的温情 生机盎然 却又与世无争 大自然里 日常生活中 一处在寻常不过的景象 哪怕是几朵不起眼的野花小草 几片枯黄的椒叶 到了徐雪芬的笔下 都会转化成为一方或温馨 或淡雅 或安宁的美丽世界 女性的画家对生活的感悟 对观察体会比较细腻 也比较敏感 因此她们在绘画里面 花缝上就体现出来 比较委婉 清秀 电雅 这就是女性跟她个人的情绪 跟对社会的感悟的具体体现 画就是她们的心声 一部中国艺术史 英才辈出 名家林立 为什么却难寻女性踪迹 时代发展 扬州本土第一家女子画院 又承载了什么样的期望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为您讲述扬城女画家 徐雪芬的故事 一个意大利人 为何要把一个1.5吨的锅 为何承转难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开发 series 第一次派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中国扬州夏季旅游交易会 于6月16日至6月18日 在扬州三盛国际广场一楼中平巨星 更多选择最低价格多重好礼 三盛旅交会端午放假咯 一部中国艺术史 英才辈出 名家林立 为什么却难寻女性踪迹 时代发展 扬州本土第一家女子画院 又承载了什么样的期望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为您讲述扬扬城女画家 徐雪芬的故事 虽然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 但徐雪芬对绘画的热爱 却是与生俱来的 胆小 他就喜欢在民间画匠后面 看着他们给打好的家具绘制图案 上学之后 班上同学要教美术作业 几乎有一半的同学都由他来代笔完成 中学毕业之后 徐雪芬也如愿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成为了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为什么要说如愿呢 因为当时无论是家里人还是老师 都不希望他去学美术 与许多因为成绩不理想 而选择美术专业的学生不同 徐雪芬从小就是学校里的尖子生 知道他要报考美术系 亲戚朋友老师都劝他 希望他能够报考一门文化专业 他不听 坚持要报考美术 后来南市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到学校了 校方一直压着不给他 一直到毕业的时候 校领导才把他找过来问他 雪芬啊 你到底怎么说呀 一句我要学画画 1961年 徐雪芬就这样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 进了美术系 开始了他绘画的一生 在南师的求学岁月里 他不仅遇到了亲如一家人的好姐妹 好同学 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 如杨建侯 秦宣夫 黄显芝等 一批现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史上 意义生辉的名师 严谨严格的教学体系 不知疲倦的学习 在南师 徐雪芬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绘画功夫 打下了极其扎实的绘画基础 也因此 即使他大学毕业之后 有好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都与画画无关 但是当他重拾画笔的时候 依然出手不凡 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呢 女孩子很少 特别是上美术系列更少 我们是男士美术系 从一年间到五年间 一共就只有四个女同学 我们班上是最多的 就有三个 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女孩子上美术系列 人数恐怕一般 都要比男同学多 至少是一般 当时我们的四位女同学 就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大家像姐妹一样的相处得非常好 1967年 毕业后的徐雪芬 被分配到了移兴图书馆 从事图书广告宣传工作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图书少 看书的人也少 因而徐雪芬上班的工作 也就慢慢地变成了 看书功夫在画外 在图书馆工作的十年里 徐雪芬变读了自己喜欢的诗词选集 与美术画论 节假日便会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外出写生 理论与实践结合 形成了他以形写神 缘物济情的绘画风格 画 因为我最喜欢画猴画 写生类就比较多 整个猴画呢 这副呢 我就真是想表现它 猴画 然后下面呢 等下就几个小 小小小 天使也像那个样子 这次里面呢 画了一组小画 这小画呢 它跟大的猴画形成一个大小上的对比 从实践上 从形状上都形成对比 实践上是大小的对比 形状上也是大小的对比 1977年 因为工作调动 徐雪芬呢 被分配到了扬州工艺美术局 原本以为工艺美术 有美术俩字 会是一份绘画专业的工作 多年的积累啊 终于要得到发挥了 没想到上判之后啊 才发现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呢 是动嘴不动手 到扬州嘛 我想只要能有美术的 就调到扬州嘛 有工艺美术公司了 工艺美术公司以后呢 男人分的在积累指导口 积累指导口呢 主要是管理工作 等于说 说忙也不是太忙的 只要反正一遍地呢 把事情做的 我想把你那里弄完完就行了 有空呢 我就把纸都拿出来呢 就写些字 拿下的给领导看到了 领导就在会上就批评了 批评以后 我就不敢在这上边时间 那个呢 虽然工作做出来 后来嘛 我就写下 你上边那个 我就呢 就利用下边以后 下边以后 就把家务事做的 我呢就自己一个人 就写字 写字 拎字 跟画画 徐雪芬也曾迷茫过 但当他抬起画笔的时候 宁静中 才思画意如泉涌 白天扮演着各种角色的自己 这时只剩下一个角色 画家 专心致志 一切烦恼烟消云散 进入21世纪 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美术 喜欢绘画 而这其中啊 女性占了大多数 虽说呢 学绘画的女孩子很多 但是坚持下来的 却很少 2011年 当时的文联领导 找到了徐雪芬 经过一年的筹备 徐雪芬担任院长的 扬州女子百花画院成立了 这在扬州文艺史上 是第一家 由画娘组成的画院 女子画院在筹建过程中 拨画 就是说这几年来 我们确实也遇到不少困难 但是我们女子画院的 所有的女士 跟所有的画家们 都是齐心心理 把花院当成家业一样的 因此这个花院 一年比一年变得好 如今年过七旬的徐雪芬 依然坚持画着她 钟爱了一辈子的公笔画 无眷无悔的彼更莫知着 她的精神家园 无论是红篇巨制 还是遗情小品 每一幅都是她精心思考 和生命气质的真实刘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 节目最后 再给大伙出一个小问题 扬州第一家女子画院 叫什么名字 知道答案的朋友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把答案发送到 海西头微信公众号 有机会获得 由九地红木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我是朱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